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点都不着急 你不着急我着急啊 爸妈走得早 你从小把我带大 你都四十多了 你没给我找个嫂子 今天呢 可是我从众多的候选人当中 给你精挑细选 众多是多少人呢 俩 俩叫众多吗 那不就二选一吗 那怎么能是二选一呢 俩都选上了 不不不 有一个没看上你 不是啊 就来咱家跟你见面 好好表现 行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对了哥 我上次跟你说 给你买份保险那个事 你哥还年轻 这身子骨还硬实呢 光大钱干啥呀 不是 人家都跟我说了好几回了 别降了 同意了行吗 行了 你先忙你自己的事忙 这个事我再考虑考虑 那什么 今天最主要的是相亲 对 好好表现 我等你好消息啊 去吧去吧 我走了 哎呀 整得还挺紧张啊 喂 经理 我已经到高先生家楼下了 保险这个事 我之前已经跟他弟弟聊得非常好了 就是高先生他自己不太同意 我一会好好跟他聊一聊 我指定不能让这件业务跑了 您好 您好 您是高哥吧 对 我叫家家 来得有点冒昧了 哎呀 家家你好 来就来吧 还拿东西 带香加多宝 认认门 快请进 快请进 哎 谢谢啊 哎呀 我弟弟的眼光 够用的 高哥 我之前跟您弟弟联系过了 他说这个事还是得征求您的意见 这不嘛 我今天来 就是想当面跟您好好谈一下 谈 谈 敞开谈 人与人之间呢 最重要的就是面对面的沟通 您这么一说我还挺意外 我还以为您不想谈呢 怎么不想谈呢 当着弟弟的面不好意思 我不想谈 你这个事得抓紧呢 岁数越大越不好办 大妹子看你这么年轻 你多大了 我今年33了 哎呀 整整比你大一轮呢 那什么 在你那儿 我这个年纪 是不是有点老啊 好啥呀 一点也不老 哥你这岁数正好 我要找的正好就是你这岁数的呢 有时候缘分这个东西挺奇妙的 之前好些人给我介绍 我都没去 看来 就是在那儿等你呢 这个事你要是可以了 以后你甭管大病小病 你养老 你后半辈子我都包了 大妹子 说实话 哥这心里头啊 这么多年 就没这么暖和过 大妹子 不想了不想了 你应该的哥 咱们这事就算成了 成了 但是我也没合计 大哥你看你能答应这么痛快 我这上来的时候啥也没带 要不然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下楼上车里取个东西 完了一会儿等我上来 咱们就把手续给办了 你看怎么样 办手续 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是不是啥着急的呀 这玩意 你早半早塌是吗 对 以免夜双梦多 谁再说点闲话茶 那行 你取去吧 好嘞哥 那您稍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啊 等你 多长时间都等你 我都等四十多年了 喂 喂 高总啊 保险的事你哥同意了 什么 我哥同意了 对啊 我现在呢下楼去取合同 完了咱们一会儿就在你哥家签了啊 那行吧 你等我给我哥打个电话 好嘞 我现在有事先挂了 好嘞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奠定了我后半生的幸福 怎么像做梦似的 哎呀 这 喂 喂 哥 人见着吗呀 见着了 聊得挺好啊 你嫂子那人也好 这谁成了 呀 这我同种嫂子了 行 那啥 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同意买保险了 什么 保险公司 没有啊 没同意啊 那他们说一会儿去家里牵合同 这样吧 一会儿要是有人去家里啊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去 行 那行了 这帮人啊 还骗我弟弟 说我同意了 哎呀 你等着一会儿我见着他 我好好叫一叫 这帮人 这第一次见面 就到人家家里来 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他弟弟跟我说呀 他哥这人不错 脾气也好 条件也行 就是长得老点 没事 我就喜欢成熟点的 302 哎呀 家也回来了 哎呀 哎呀 这谁呀 穿那个孔雀似的 卖保险的 你看我怎么就一场 来了 哎呀 真是挺显老啊 折的是不好 你是高哥吧 对 我来之前给你弟弟打过电话了 是 我弟弟跟我说了 但这个事啊 他做不了主 对 这事还得咱自己拿主意 行 既然你这么说 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不是你弟弟也不是这么说的呀 他咋说的你不用管 来我问问你 你今天多大了 40 40 我比你大几岁 那我就多说你两句 你看 咱们这个年龄 有些话 是不是得实话实说呀 爷妈呀 这怎么少说 咱最还让他看出来了 是他 这啥事 我隐瞒是我的不对 但你看也没有必要 就因为这点小事就不同意呀 人 就应该实话实说 不能够隐瞒 你赶紧走吧 咱俩呀 别谈了 咋 咱们 那就因为这点小事 犯上犯不上 这么小题大做呢 你还不谈呢 你不谈拉倒 我还不谈呢 我还不谈 我告诉你啊 就你这样 你跟谁也谈不成 不送 不是 我怎么我就跟谁也谈不成了 我凭啥我跟谁我就谈不成了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你今天不说明白呀 我不走了 不是 不是你这跟我啥态度啊 就这态度 怎么的 我这进屋到现在 这家让你给我吃的的 没完没了了 是不是 我这你半天了 你知道不 你给我说明白 啥回事 不是 我不跟你说了 一会我弟弟回来啊 你跟他说吧 是 我可不得等你弟弟回来吗 我好好问问他 还跟我说他哥这人不错 脾气也挺好 就你这样呢 你脾气哪好啊 啊 像个大样吧 你离我远点吧 你再给我崩了 我脾气好 我得分跟谁 哎 你刚才说这么多 口渴了吧 怎么的呀 来 喝点瓜子来 高哥 哎呀哎呀 家家来了 哎呀 快请进快请进 哥 我这东西取回来了 然后咱们一会儿啊 就在 家里来客人了 啊 你该卖保险呢 啥玩意儿 这是你的那东西 可不是吗 跟我弟弟 磨叽好长时间了 完了呢 我也不同意 这回骗我弟弟 说我同意了 你说的 啊 什么人家事 这咋这样呢 哥你签没啊 那我能签吗 以后我弟弟回来啊 跟他一对 他肯定懵 累了吧 快快快 歇一会儿 喝会儿加多保 我给你拿点水果去啊 你搁这客啊 跟我弟弟回来就 我不得等你弟弟吧 给死一点 我说啊 这位大姐 做人得有点自知之明吧 高哥明摆着都拒绝你了 你还赖在这儿不走 就没意思了吧 你谁呀 你管我谁呢 我们俩此行的目的是一样的 咱俩闹的是一个事 但是刚才 高哥已经答应我了 你没戏了 哎呀 我说我这进屋之后 黑眼白眼看不上我 这感情是定完人了 啊 我不明白了 你哪比我强呢 我比你先来的呀 不怎么的 你这事你有先来后到的呀 你是在买票了 还是咋的呀 啊 我看看这对给哪呢 我也买张票 我排一个 也不全是 还有呢 就是我讲诚信 不撒谎 不像某些人 不择手段 你还某些人啥呀 这不就咱俩 你说我得了呗 我怎么我就不择手段了 三岁两岁的 谁能看出来 我今天手术得不年轻吗 他妈是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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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停 不是 你俩咋们还吵起来了呢 跟你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啊 现在已经不是 你跟我之间的事了 是我跟他 知道不 今天我让这小丫头 骗子给我刷起来了 我长得大 我就没吃过这个亏 我看看我是怎么样 才给我刷起来的 我好好跟他比划比划 来呀比划 被我怕你整的呀 哎呀妈呀 我好怕怕呀 哎呀妈呀 咋不吓死你呀 哎呦我的天啊 你还好怕怕呀 哎呀真有意思了 你看你啥也不是的玩 你说你会啥吧 你敢的 我啥也不会 你会啥 听我会得躲了 最基本 洗衣服做饭我都行 你行啊 哎呀妈呀 你跟我比这个呀你呀 这事跟咱这事有关系吗 没关系 不是 你别管有没有关系 你会不会就得了 我不会 咋地吧 不会你还有理呢 不会你喊啥呀你呀 我告诉你啊 我啥都会 这些都是小事 我还有初始证 还有金牌月桃证 你行啊 小品牌 不是 你抄了啥呀 有这证有啥用啊 这家里有一个会的不就行吗 我会 咋大了 这是户上了 是不是 养人呢 人多欺负人少啊 啊 不是 不是不是大姐 不是你现在跟我来比这个没有意义 你明白不 高哥刚才已经答应我了 你现在会啥你都不好使了 不是我怎么就不好使呢 你别看你现在答应你了 早晚有你后悔那天知道不 到时候找鬼我也不能打理他了 这有意义 他后找鬼呀 他有什么好悔的 不是 他怎么才能打理他 不是你俩这是因为啥呀 怎么怎么还比上才艺了呢 不是呀 抄了啥呢 我跟楼下听着你们抄着 你可下回来了呀小高啊 气 气 气死我了 走啊 我也不知道咋是 你跟卖保险呢 和你给我介绍那个对象 打起来了 别生气哦 不是你跟人抄着什么玩意儿 我跟楼下我就听着你跟他抄着 怎么跟你嫂子说话 不是哥你误会了 我没跟嫂子说话 我说他呢 我让你来干啥了 他不就你嫂子吗 不是呀哥 他是卖保险的 这傻孩子整错了 他是卖保险的 这是你嫂子 不是呀哥 他是我跟你介绍的对象 他是卖保险的 我是不懂想 那你是卖傻的呀 怎么的呀 进这屋不卖点啥 还进不来是不 不是 我卖傻我没想好呢 反正我现在进来了 你现在成茶屁了 整个半天 你跟卖保险的谈成了 行啊 厉害了我这哥呀 奉扶我了 大哥 我这进来跟你老半天 你合计 我跟你来谈对象的呀 你看 我就说吧 啥啥不是 啥也不会的玩意 你可别说了 大妹子 对不起 我郑重地和您道歉 那什么 咱俩用 重新认识一下子呀 还认识啥呀 我都了解明白了 啥也不会 你也同意 家有一个会的就行呗 我这正都没有过 行啊 他拿来了 你俩过吧 我走了 不是 你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啥呀 别别这样 我老半天我口都渴了 我回家喝点瓜子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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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三瓜子啊 这事整的你说 你给他办保险吧 大妹子 咱俩这岁数可是 他有点小 啊